我是Julie,謝婉如,婉如畫廊的負責人。 婉如畫廊透過在世界各地參展的方式,將台灣藝術家推向國際。 我們很榮幸於2017年3月在香港的Art Central參展。 在Art Central,我們帶領四位藝術家參展。 台灣知名的當代寫實藝術家蓮建興。 受大自然啟發創作的公共藝術大師賴淳淳。 法國藝術家Baptiste Belknier,還有我本人抽象藝術家。 婉如畫廊也帶領多位藝術家。 如今年已經超過80歲的台灣當代藝術大師陳錦榮教授。 曾在世界各國參展的藝術家葉芳。 以及作品受到許多國外藝術家喜愛的藝術家李少榮。 婉如畫廊的使命就是將台灣的藝術文化推廣到全世界。 也會在世界電視台播出藝術節目。 把國內外的藝術文化介紹給大家。 其實我的inspiration只要是來自於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對我們周遭的人的一種愛。 還有別人給你的愛。 還有就是整個陽光。 那個光線在海的一種反射之下。 其實它代表的是整個一個大自然給我們的一種關愛。 所以我整個一個這個作品的主題呢。 以這個閃亮的愛。 作為一個shining love。 作為我一個主要的主題。 其實我希望把它每件作品都像是一個太平洋的一個鏡子一樣。 那把所有的這些能量呢。 都透過這個鏡子把它反射出來。 所以它會把周圍的環境給包容進去。 然後同時呢。 它會把我們的這個整個能量呢。 把我們集中。 而且把我們也照應在裡面。 那做為一種整個跟環境的一個互動。 我整個靈感就來自於我住在台東。 那一個面臨的太平洋。 那早上呢。 那個陽光從太平洋裡伸上來。 反映照整個那個海面上面那樣的光芒。 那樣子的一種能量。 這個作品呢。 其實是我想要把我們的生活裡面的記憶。 還有周遭的環境。 在人文。 在地理。 在整個一個時間軸上面。 跟空間上面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是一個台灣島。 然後它四面環繞的一個海。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其實有很多很小的一些玩偶。 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market。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的下一代。 就我的子女啊。 他們小時候玩的一些玩偶。 他們現在可能都已經三、四十歲。 因為有不同的。 他們的學生。 我的學生玩的玩偶。 還有我做的。 public art的一些這種market。 所以將這些東西呢。 把它環繞在一起。 然後這些。 這些。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小的人。 其實呢。 那些小的人呢。 就是讓我們重新。 好像以天上的一種鳥侃的姿勢。 可以看到整個台灣。 然後它代表的是一種台灣多元的文化。 多元的不同的脈絡。 然後有從日據時代。 民國時代。 還有更早有不同的原住民。 有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的脈絡。 都在我們這個地方作為一個 一種非常可愛。 非常好的一種融合。 那其實因為是這樣子。 我們的一種多元的一種融合。 跟衝突跟融合。 其實它代表是一種青春。 代表青春其實就是一種能量。 是一個往前走。 往未來看一種整個一個 一種生命的一種能量。 像這個其實它是來自於一個 招財貓的那個手。 那它壞了。 可是它其實 我想要把它做一個 它其實代表的是一個 對未來的一個召喚。 然後它上面有個年輕人 站在這上面。 有沒有。 有一個人站在這上面。 那其實也代表著它的一種 未來的一種動態。 然後還有我做的這些 這個很小的紙船。 有沒有。 然後有一個小人在上面。 它其實讓你感覺到 它其實當 有時候人會是很孤獨的。 就好像坐在一個 paper ship 一個紙上。 它隨時也可能會沉默。 帶了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世代 不同的一個族群。 所以它有不同的一個 各種想像。 然後同時 這裡面也把 我把我的很多 像這樣一個小房子 我就讓它 變得有另外一個怪獸 飛上來這樣子。 所以 然後我們都變得很大。 就是我們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那個 有沒有。 那個艾麗絲夢遊先進。 變成一個大的人。 我們可以看這些 另外一個世界。 好像我們 在看一個reality 可是我們又 我們又脫離它。 有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 這也是應那個 宛如畫廊的邀請 參加香港 Acentral的那個 藝術博覽會參展。 那本年間新聞 有參加 我有參展三件作品。 那現在 這一件作品是 大象冰山 漫遊 台北墳地。 那這個 我作品有 三個 麥克風就是 陸海空 三個系列。 然後這個是 陸城篇的 系列作品之一。 那之前還有一張 是北極小冰山 陸城 的 作品 系列作品。 那這件 作品其實 就是 以一個 溫室效應 的一種 災難想像畫面。 當那個 地球的軸心 轉移 然後 台北墳地 變成一個 極地的時候 或者那個 北極的 冰山 漫遊到 這個 雅樂帶的 台北墳地 的一種 想像的光景。 那這裡面 當然還有 以企鵝做一種 擬人化的象徵。 當 人類消失在 這個 地球的時候 或許那個 企鵝來 取代人類的地位 那 它會產生一種 相當的一種 想像世界。 所以那個 當 全地 入成之後 那它本來應該是 一片史極。 但是我 創作上 還是 引起在畫面上 加上一些 比較一些 樂觀啟喜的 一種想像 因為大自然 其實它是 生生不息的 當人文 停止 一些文明開發 或者終止 一些 持續的污染 其實大自然 還是會有一種 修復的能力 所以 基本上 它表面上 它是有一點 環保液體的 一種 沉痛心情 但是 基本上 在地球之眼上 只要你 願意去 呵護它 它就會生生不息 然後 它自然會回饋 這個 地球上的一些生物 一個生存的樂意 這樣 謝謝 這件作品是 夢土堪雨之 基隆山懷抱 然後我作品裡面的 海陸空 剛好這次三張作品 就是有天空的跟水底的 還有陸地上 那陸地上 我的作品我都會有一個 夢土堪雨系列的作品 那這張是基隆山懷抱 那這個 後面那個是 東北角 台灣東北角那個 基隆山 那原來是個西火山 那因為它本來是 金瓜石周邊 然後它是 產金礦 日記時代一個重要的 一個 挖金礦的一個地方 那它現在因為已經 產業沒落之後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比較一個臨近的山城 那下面 原來這邊都是一個 礦村 那早期是因為 採礦而 而聚集的一個紀落 那現在其實 它就回歸一個比較自然 純樸的一種 沉鄉的一種悠閒生活 那現在也有一些 觀光客 有時候會 上到那個九份山上 因為這邊是水 水晶九 下面那是水蘭洞 那這邊後山就是金瓜石 左邊那邊就是 就是九份 那我畫這張作品 其實就是 去懷舊一個 因為我爺爺 以前也是礦工 然後我們的故鄉 就在這個金瓜石 後面的雙溪鄉 那我每次 要往雙溪的時候 就會經過這裡 然後一到這個天 我會有一種 很 很 隱私前湧的感覺 因為我很多創作的 一些 一些靈感 都來自於這個 水晶九 這一代一個 傳統 就是那個 礦區的一些 光輩的景觀 因為它有一種 產業沒落之後 那種 黃黃落鏡的一種 感傷 然後有一些廢溪的地景 那這些有氣的一些場景 是台灣很獨特的一個 特殊的地景 那這件作品 其實基本上 在描述一個 比較 比較 寧靜的 很樸實的一種 一種 三七歲月 所以這裡面 像裡面 有一些小小的幾隻 黑狗在那邊 路上追逐 或者屋頂上面 有兩個獵人 在那邊 拿手機在拍照 有一些小細節的一種 一種刻畫 因為它必須 那種寫實話 你必須 相對的細緻 它就要相對的心情 就要很沉浸 然後去很用心去觀察 我們生活處地 一些感動的 一些元素 那這個 旁邊有一支飛鷹琴 那個飛鷹琴 可能就是 藝術家本身的一個 一個視野 他從一個角度去 看向這個風景的一種觀點 這樣 後面眼看基隆山 它實際上是 一個美人的一個頭像 它有一個頭部 跟鼻子 跟下巴 一個意象 那它從另外一個 邊臺公路的角度看上去 它還會有點像 日本的富士山 所以它還有幾個地名 就是基隆山 然後一個美人山 還有什麼 富士山 這樣一個地名的一個稱呼 然後這個左半邊 其實它本來 並不是一個 一個礦場的飛鷹 然後那是我自己 去把主觀上去做一個 合成的改造 就是把一些 我在北台灣收集的 田野調查的一些 礦村的記憶 然後我就把它 融縮在這個 這個場域裡面 因為相對於 你這個旁邊的一個 礦村記憶 然後做一個有氣的三層對比 所以 孟主 刊語裡面 其實講的就是 有一些這種 調查的一種 一種 嚴肅在於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礦坑口 然後這邊有一個 馬達的 交鎖的那個 控制台 然後這個 馬達的 可以把那個礦車拉出來 然後可以 然後礦車可以出 出坑道之後 可以在這邊作業 然後這邊有一些 那個 煤沙的 一個篩嫌的 一個地方 這樣子 那這邊還有一些 工廠的一個 汽水室之類的 一個 一個浪漫想像 這件作品是那個 夢圖看影師 茶壺三奇異 就是那個 後面這個是 金瓜石的那個 特殊地景 因為它是一個 廢棄地景 那旁邊有一些那個 以前工廠 設置的一些 排煙物 就那個 排煙的排煙管 然後 整個街道 天空 那這就是一個 茶壺三的一個 剛好那個 它的一個地景 它的造型 也很像一個 茶壺嘴 所以 以這樣一個地形 為一個 創意發想的 場意 那這 下面有一些 樓梯狀的東西 像一個 人文廢棲的空間 還有 下面有一些 刻意安排的 一些那種 西洋期崩毀的 一種 廢棲場意 其實它就是 像這一種 現在有一種 文明設施的一種 象徵 然後 經過一個時間 或者因為 它那個礦場 然後 黃華臥進之後 的一種 荒涼的一種 地景意象 或者是一種 意望崩壞的一種意象 然後它相對一個 空中的一個 大象 大象的一個 精神導演 它有一個 因為大象在佛像裡面 代表一種 智慧 然後它有一個 佛像的一個 石雕在上面 它是一個 比較屬於心靈的 一個 精神場域的空間 那 它 象鼻子的長度 剛好跟那個 曹山的 符嘴是 相對 它有點像 創世紀的那個 亞當跟夏娃 那個第三類 接觸的一種意象 所以這個 其實它上面是一個 精神仰望的 一個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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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之島的 一種想像 或者它是一個 天上人間的一種 一種美好的想像 然後 這個 貓其實它是一個 比較擬人化的象徵 其實它本來是 四角著地的 那我 好像一種 人的一種 樣式 那這個 感覺上 因為我作品很多都是 以一種廢棄 藏意 作為一個 一個長幾年數 然後 然後 會有一種 土地親感跟環境關懷的元素 那 它暗示就是一種 當人文過度 人文科技過度發達 然後 人類在地表消失之後 那 可能接管這個 這個 空間的可能是 這些貓群 所以 貓也可能是一種 進化的物種 所以 它會有一種 一種 模擬一種人的 一種意識型態 的行為 那 那剛好 這是養者好像是一個 對話的關係 也是一種 意望昇華的一種 表徵 因為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 透過一種 複合式的一種 蜜號意象 去呈現一種 意望的 狀態 像 這個 大象島 它的尾巴 它是一個舌頭 一個 蛇的一個造型 所以它是一個 類似一個 蛇吞象 蛇吞象 它就是 是一種 意望的象徵 因為蛇 蛇它很小 但是它把整隻 大象 退下去 它順便不妨去承載 它跟消化 所以這個裡面 也變成一個荒謬 的一種 一種 圖象 讓人家去做一個 聯想 它 它是一個 飄浮的導引 那這個 好像 剛好 經過這樣的一個 場意 一種 瞬間相依 然後 觸動的一種 一種 情術 那 那這個 貓本身 它有一個動作 就是它在吹這個 氣球泡泡 那這個 吹泡泡 有時候在四節畫面 就是剛好 可以連結地面 跟空中之島的 一個關聯性 然後 也增加一個 四節上 四節 四節呈現上的 一個 合體化的 一種可能性 那包括 那個 島上還有一些瀑布 會流到水面上 會讓 應該不是很合理的畫面 在技巧上 會畫 技術上 產生一個 合理化的一種 視覺可能性 這樣 所以 很像那個 像那個 像那個 煙囪管 跟那個 大象的鼻子 其實它有一點 相似性的一種 像是一個 兩個手臂 去做一個 做一個 就意望 跟一種 截至親近之間的 一種疏離 或是一種 進化的一個過程 這樣一個概念 謝謝 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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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在法國人 尤其是会运气多了 在遗运计等了一些像春日所 是可能最有名的词 而在这些检查 publique 甚至幻想一尊重的检查 这是一种检查的检查 但不怪 artist也非 所以我检查了一 kept 我计算很多检查 当然当然 但是我必須不需要修正的事物或计划 但我认为了有趣的影响 是因为它有选择的选择 在所有的桌子上的桌子上 和其他地区的桌子上的桌子上 我们可以用这些选择的选择 我需要的选择在生命中, 而成为了选择的选择, 与选择的选择, 也就是在新的选择, 我参与选择的选择, 也就是在生命中, 所以这些选择, 与选择的选择, 而是选择的选择, 而是选择, 的选择, 而是产生命中, 所以有选择, 有一定的工作, 与生命中, 与生命中, 一些環境地区, 我没有必须是 我必须是个地区, 但我非常感谢, 但我非常感谢, 而是一件事, 我认为了很多东西, 与生命中, 尊重的水, 例如, 用灰色维的水, 为火灰灰色, 为寻致灰色, 或是灰色的灰色, 为灰色灰色, 为灰色灰色, 或者灰色, 或是灰色灰色, 为灰色灰色灰色, 为灰色灰色, 不过灰色灰色, 不是太多在分享中的社会 我越来越多越黑 是黑黑的黑 很快很快 它们给的女性,这些承描迹 带着正很重的 在一些保持有些压力的 有些重点如果看到 这就是在向今的ayer 老师的穆栽 而保持继续剧场的游戏 而专业新的形象 新的形象 新的形象 让我们继续剧场